《蘋果日報》 投訴警方市民紙逆分V 2015年7月4日講文A10 本報信 《租諸經緯柳商的鄭先生使裁判官蘇嘉然勸告以正常途徑投訴警方屬正確彈擊流分V 直言政府漠視市民投訴,方令群眾用另類方式抒發幾件 他勞氣說,有事主投訴七十次都沒人理呀,何況其他人,告市民集警呀 好像這宗案,不斷打電話,這樣呀,就處理得趕快 好明顯有偏坦和不公平,就好像七警單案一樣,毫無喜悉 從事廣告行業的正於去年11月,在旺角被豬用警棍打傷後頸 事後他報案,為事隔近8個月,其案建峰於月前獲監警回審時 正待對方回復,正指警方處理投訴需時甚長 認為警方針對市民,早前有市民向本部表示 遭諸經緯警棍打傷,半年以來不斷向投訴警察課投訴近七十次 但沒人理會,最後更被撤銷投訴 豬輝警棍打市民一時,警方至今未就此事對公眾交代 據指豬去年12月已退休,法庭文件作譯顯示豬已非現役警員 記者蘇曉欣 記者蘇曉欣 請華 lock 記者蘇曉欣